哈囉,我是尼塔 這次要教你們的就是蓋眉毛 那蓋眉毛其實算是很基本很基本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妝效的話 其實眉毛是有沒有眉毛是差蠻多的 那一般的美妝的話當然是少不了眉毛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一些特殊的妝容 或是一些創意的妝容 或者是特效的妝容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就是一定要看這一支影片 那就是可以教你就是 簡單快速的把你的眉毛蓋掉 你就不用把你的眉毛給刮掉 那因為其實這個教學是 之前就是只有草草帶過 那我想說這次就發一支正式的一個遮蓋眉毛 然後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讓大家可能如果說在玩一些妝容的時候呢 至少可以拿來學習一下 然後加以應用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你的妝容會看起來更不一樣 那又到的是聖誕...不是聖誕節 又到的是萬聖節的時候 所以其實萬聖節如果有些人想要畫一些特殊的妝容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把眉毛刮掉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遮蓋眉毛 那這邊呢就是想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基本的 如何遮蓋眉毛 那我們就不多說直接進入重點囉 哦對了如果這支影片呢有幫助到你的話呢 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OK 這個就是我的素眉毛 所以尾巴是比較淡一點的 那前面是比較濃密一點的 對 好 你在遮眉毛的話 最好就是一定是在你全部素顏的狀態下去遮眉毛 遮的效果會比較完整一點 那如果你建議上底妝在遮眉毛的話 會沒有辦法遮得這麼的乾淨 所以呢 我會建議你在想要遮眉毛的話呢 一定要在就是沒有任何的妝的狀態下 先把眉毛蓋掉 你再上底妝 這樣整體的妝感會比較乾淨跟完整 要準備呢就是這種口紅膠 其實任何的口紅膠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國外或是很多人都是用這個牌子 Almers這個牌子 然後紫色這個去做遮蓋眉毛 因為它的質地來說相對的是比較剛剛好 那我有用過就是市面上一般的不同牌子的口紅膠 其實它可能就偏的比較軟 比較濕 濕潤一點 所以它出來的效果可能比較不好去塑形 但其實都是可以用的 那其實重點就是無毒的這種 就是小朋友使用這樣子 然後上面就是會有寫non-toxic 每一個人的習慣都不太一樣 有時候我會直接是這樣上 但是有時候我會用刮燒 所以就是看 那我現在這個是快已經用完了 所以也是要把它挖出來 那我就用一般的刮燒放 因為這已經快要用完了 所以它就只剩下這樣子 裡面是空的 對 然後我就只剩這一點點 當然我還有啦 真的就是對 那就是挖取一些些 其實它一遇到溫度它就會軟 那現在就是有點塊狀的 通常如果你的眉毛稀疏自然就好蓋 可是如果你眉毛比較濃密一點的話呢 建議你不要讓你的眉毛整個就是 重疊堆疊到 因為你越是堆疊就越難蓋 所以我們最好就是讓它就是往上 根根分明的感覺 所以第一刀的話呢 第一刀 第一下就是往上輕輕的 這樣子 讓它根根分明戰略 有點很像就是之前在分享那種 時尚雜誌 時尚大片的那種眉毛 根根分明感 但這是有點比較夸式版的 就是 雜毛的感覺 通常遮蓋眉毛一定要就是 有耐心 你一沒有耐心你遮蓋出來的話 就比較不完整 而且還有一些重點 所以呢你不要以為 只看到這樣就想說 哎呀這這麼簡單 好就這樣然後就 把我的影片關掉 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用完的時候 你一定還會再回來看我的影片 相信我 那重點就是呢 你要把你的毛整個是服貼到肌膚上 然後為什麼要在乾淨的眉毛 乾淨的肌膚狀況下 是因為 你如果前面有一些妝 底妝的東西 他可能就因為這樣而變色 然後他可能就會 因為有一些不一樣的質地在上面 所以他可能就 比較不好的去服貼在你的肌膚上 那這樣子 然後啊 很大一個重點 越往上面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把上面刮乾淨 讓它有點漸變 也不是漸變 因為慢慢的淡化出去 然後尤其在根部這個地方啊 你一定要就是加強它 因為這邊就是 根部嘛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洞 一些縫隙 為什麼這個膠 這個口紅膠是紫色 紫色只是告訴你說 它還沒有乾掉 就這樣而已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最好你在刮的時候啊 是順著你每一個眉毛走 你這個遮蓋動作越完整 你在後面的眉毛 你就會很明顯的看不到 然後現在就是像這樣子 因為我們自己在近看的時候啊 可能會看不出來 就覺得好像都遮蓋掉了 但是其實仔細看的時候 它可能都會有一些些 凹洞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這一邊啊 就是 這個位置就是 從某些角度看 它是沒有很滑順的 所以最好再上一點點 你的力道也要抓一下就是 這個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要花一點時間練習 等這邊乾的同時我先把這一邊給再上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回過來 等待太乾了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那個感覺 其實它算是有點補貼了 然後呢 就是我會稍微去碰一下 輕輕的 因為它還沒有完全乾 然後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反光 它的反光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有沒有補的是平整的狀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用粉糊 然後沾一點就是蜜粉 就是這種散的 這種透明蜜粉 然後呢 輕輕的就是壓著它 其實有這個蜜粉的話 就可以稍微看得出來說 欸 你有沒有就是遮蓋的好 因為其實它把它打霧之後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你這次的遮蓋的狀態是好的 還是不夠好的 因為一開始在做遮蓋的話 像我一開始做也是 就是為了想說好像很簡單弄一弄 結果都會發現一些洞孔 就是毛跟毛之間中間會有一些凹洞 就是你在補的時候 你不會發現 當你在蜜粉壓上去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其實那個紙就開始慢慢淡掉 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地方可能沒有完全的蓋掉 看起來其實是蓋掉 可是要有一定的小小厚度 因為你不可能只是讓毛 只是服貼上去而已 因為你服貼上去 你等一下要遮瑕 把這顏色角色掉的話呢 如果他沒有覆蓋好的話呢 你的毛不太可能直接附著那個遮瑕膏 我用的是好萊塢的秘密 Cenema Secrets 然後這個是608的色號 針對是比較就是 毛比較多的人的話 就是用深一點點 那其實你可以就一般帶橘的遮瑕沒有關係 然後怎麼蓋掉 現在呢我變成橘色的眉毛 變成那種 很好笑 一樣也是用透明蜜粉去壓 然後這次就會拿小一點刷子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眉毛的深色給蓋掉 那就是要用就是帶橘色的遮瑕 那我就是這邊其實故意用比較明顯的橘色給你們看 定妝完之後 哼 我現在這樣超好笑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選用自己的粉底色 然後我用的就是 呃 牙三文帶的 這個 這次用的是2WE DOWN 輕輕的壓它就好 輕輕的 按壓 那我用的是就是 呃 Kavin Coyne的這個遮瑕 這個遮瑕也是 蠻好用的 我這個剛剛手邊是 SX06 Kavin Coyne 的這個顏色 然後你在上的時候就是 越邊邊的時候呢 就盡量越淡化 這樣它等一下 會比較自然一點 就色塊比較不會這麼嚴重 然後一樣就是 透明的蜜粉 定妝 你每上一層膏狀液狀的東西 都是要用蜜粉定妝 我現在這顏色就是比較亮一點 然後我就是再上一點我自己的粉底色 輕輕的壓它 輕輕的壓它 讓它比較接近自己的肌膚的感覺 蓋完了 有沒有快 那其實因為現在就是 因為我有眼妝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點 這邊這一塊這樣子 只是因為 我這邊本來就打陰影 所以呢 剛剛已經有被蓋掉了 所以如果我要再補妝的話呢 也是可以的 那所以就是為什麼說你一開始就最好是先從底開始會比較好 然後再塑造一個帶回來之後 一切就很正常囉 那這就是 遮蓋的樣子 這就是 沒有眉毛的Nita 那當然了 如果沒有眉毛之後你想要畫怎樣的妝容都可以 那像是20年代的眉毛 很哀怨的感覺 好哀怨 怎麼辦 好難過 OMG 又或者是一些 晚生節奏 好哀怨 這一個 蓋眉毛呢 一定要多練才可以抓到技巧 所以我只是把步驟分享給你們 跟一些小小的tips 哇我的手好髒 看 嗯哼 嗯哼 每一次都會這樣子 OK 那希望再次有遮蓋的檸檬呢 有幫助到你們 那我們下一次 晚生節的影片見囉 掰掰